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快讯,我是盧铭,新闻二手方面 曾做美国史上最大庞氏骗局,马多夫,狱中去世 曾经涉及多宗庞氏骗局欺诈投资者,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华尔街金融巨骗马多夫在狱中过世,中年82岁 马多夫犯下有如史诗般大规模的庞氏骗局 2008年8日出的涉案金额是200亿美元 随着安程的逐步厘清,追查出的金额可能上650亿 影响力前所未见,对几十家的慈善机构 和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造成沉重打击 甚至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 马多夫是华尔街历史上诈骗金额最高的欺诈犯 泛纳美国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被捕 2008年被亲生儿子马克举报 他经营的避险基金一直规掉客户的钱 再拿新投资者的本金去常还先前的投资者 造成投资长期赚钱的假象 被美国当局以证券诈骗的罪名逮捕 马多夫被捕后,马克因为举报父亲和伤害太深 令他无法释怀在2010年上吊自尽 马多夫在法院审判时没有为自己辩解 在宣判时虽然向受害者道歉 但亦对金融监管机构未能捉到他深感震惊 并且指责自己,傲慢自大 导致自己越踩越深 直至无法逃脱深渊之中 马多夫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但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我一生之中唯一的错误 而我不能够承认失败造成悲剧性的错误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讯息 请留意今晚五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